本身的士司機的行業是沒問題的 但不知為何,好像被人感覺是負面一點 被人認得有開心的 但反過來又有一點心酸 說真的,開支真是大 要養的,又老又亂都要養 演藝工作有就隨緣 沒有的,我就繼續踩著油門 真是腳踏實地,下下地板有 其實兩年前未正式轉為配音藝員 之前的十九年多 都是在簽藝員藥 差不多到二十年金牌之前 我就這麼不幸他們的合約 剛好到期,談合約方面又有一點點 不合心水 我覺得在於機構的立場,一定是沒錯 員工你只要做,要不做 而當時我就選擇了不做 選擇了不做之後,就換了一個形式去合作 又未至於是特約,但不是全時間的員工 在那一年裏面其實工作量都不多 那一年就感覺不是太良好 突然間就因為疫情,接著又有合約問題 那個收入是突然變回五分一 當時就是不可能繼續下去,真的不可能繼續下去 唯有所謂叫做離開 因為當時我決定了不再繼續那個藝員藥的時候 其實在那一剎那之前配音組 其實工作量已經開始減減 當時都是跟我說不需要我幫忙 那時候我都幫了十幾年 好像是雙重打擊也有一點點 當時是失落,不可以說是失望 當時是失落,還有一些徬徨 因為我基本上入了TVD之後 我所有的收入來源都是基本上來自同一間公司 不單止是沒有五分,是連五分都沒有了 可能是拍過《韓摩迪》、《Kla Kla Kla》 那樣就真的想一想,不如拿的士吧 幾年前我經常覺得 是不是連天都不喜歡我 為什麼看《新波波落雨》的感覺 我去到哪裡都… 兒童節目已經整組沒有了 去配音又不用我了 去演戲又不用我了 有一點點覺得 是不是被唾棄的感覺 但是我每一次當我拍攝 我刮一刮的時候 它又好像煙花一樣 現在爆一爆 都比沒有好 爆一爆 又好像不停告訴我 不是的 你都還還可以 不要說很好 還可以 沒至於說你演到 別人根本不想看你 除非去到這個點 那我就不要演了 不如就算了 算了 但又不是的 我都是刮一刮又閃一閃 沒有放棄過的 第一次離開是失落 第二次離開是失望 第二次離開是失望 但反過來想 吃之無味 氣之何識 因為你留下 你那個人工都不會多到哪裏 因為工作量低 工作量消 亦都預期到 就算你繼續續下去 都會配音那條路 跟原來演員那條路一樣 都會結合 結合 那其實沒有什麼意義 本身的士司機的行人 是沒有問題的 但不知為何 感覺上是有點負負的 那個行業 好像被人的感覺 都是負面一點的 或者是低一點的 被人認得有開心的 但反過來又有一點心酸的 人家也沒有被那個感覺 看不起你那種感覺 甚至乎是會 下車很多人都會叫你加油 等等 窩心的 但都會自己有一點點開心得來 七分開心有三分 有一點說的 覺得自己好像 不是沒有學歷 不是沒有工作經驗 為什麼呢 我就是唯一解釋了 因為這是最快智的方法 去解決我的日常生活的開支 說真的開支真的大 就是要養的 又老又亂都要養 小朋友開始大 就開始會花錢 所以有時候灰的就是 大的問你拿 小的又問你拿 你一買一買 找不到那麼多大 你就已經給了它 就是盡量去滿足他們 你一買一買 肉體上不辛苦 心理上 就是剛才所說的 過不過自己那一關 其實要放下那件事 就是不要把自己放那麼高 你想放下那件事 但是別人又認得你 那一刻矛盾 說真的 不是偷不是搶 可能我是應該要控制 不要去理人家怎麼想 就不是理人家怎麼看自己 我都有其他的工作去做 譬如是配音工作 就是有開電視 有些節目 現在我都會幫他們做龐白 演藝工作有就隨緣 沒有的 那我就繼續踩著油門 剛才真的都踏實地 下下地板油 哈哈哈哈